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 管瑶你好 那么习特会消息一出 即刻成为全球焦点 那管瑶您对于下周 在佛州庄园上演的习特会 有哪些期待呢 好的 主持人 那么关于下周的习特会呢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样一个细节 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任两个多月啊 他呢几乎已经推倒了 前任奥巴马的所有的主要政策 但是呢 现在看起来 他唯一可能延续的 就是呢 中美元首之间的这庄园会模式 这当然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 也就是呢 中美两国元首都认可这种不拘形式 更加注重交流时效的外交方式 特朗普呢 他是生意人出身 做事啊 讲时效 重结果 这当然会让外界 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元首会晤 充满期待 我个人的一个最大期待呢 就是通过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 能够一定程度上打消 或者是呢 至少是消解对中美双边关系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这呢 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利益 实际上呢 也符合地区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 众所周知 中美关系啊 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可以说呢 没有之一 那么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术语 中美关系呢 具有最大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那举个简单的具体的例子 那么如果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能够受到管控 那么外界 尤其是一些个亚太国家的选边战焦虑症 就会大大缓解 这选边战焦虑症呢 是我杜撰的一个词 但是啊 它确实存在 而且呢 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那么在今年的总理记者会上 就有泰国记者就此提问 而总理李克强 在刚刚结束的大洋洲访问中呢 他呢 向访问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释放的一个最主要的信息 就是呢 你们不用选边战 这呢 实际上也是中方 在以自己的外交观 在以大国的气度和诚意 来回应外界关切